對於美國嚴重塞港問題 大陸中原海運開通一條北美直送特快新海線 從上海洋山港到加拿大王子港 十七天就能運頂 美國前總統川普成立新媒體公司 推出名為真相的社群平臺 表示要對抗臉書推特等科技拒播的暴政 以政治不正確評論節目作為特色 英國疫情捲土重來 期間確診是歐洲最高 英國政府計畫提高第三針施打 目標每天五十萬劑 而俄羅斯疫情壓不住 平刻關閉3T影城 莫斯科下週二十八號起封城十一天 美國總統拜登在TN市民大會上被問到 若台灣遭到中國攻擊 美國是否會防衛台灣 拜登給予肯定答覆 表示美國對此有承諾 號稱全球最大最高的摩天輪 怒敗之眼開張 高250公尺 轉一圈需要38分鐘 紐約曼哈頓第四高樓 最新觀景台開幕 玻璃鏡子打造的全透明展望台 站在1200英尺高 俯瞰整個紐約 觀眾朋友玩 歡迎來Focus全球新聞 今天我們頭條選擇的是台灣無一的已經是在美中對立衝突的第一線的核心位置 而最近有這麼多的國際議題跟發言在美中對抗的時候屢屢點名台灣 最高點應該首推拜登在CNN的市民大會上公開承諾會協防台灣 這是一個被動的回答 當場有大學生提問問他說如果中國大陸攻擊台灣 美國對台灣有協防承諾嗎 立刻引發了兩岸高度關注 台灣的外交部表示感謝拜登總統再度重申美國對台灣的一貫承諾 而大陸外交部呢 則是高分被譴責 說中國在核心利益問題上絕對沒有任何讓步的空間 台海目前的軍事情勢也相當緊繃 美中的外交摩擦越來越激烈 分析指出美中其實已經接近新冷戰的邊緣 但這跟美蘇世界冷戰絕對不同 這次的美中冷戰是包括經濟 軍事 科技全面的衝突對立 而拜登呢在回答了大學生的問題強調協防台灣之後 白宮馬上補充這一切都是根據台灣關係法 並沒有新的美國政策 而拜登後面也補充說明他絕對無意與北京冷戰 今年第四季毫不平靜 因為在多數國家似乎都在過疫情後的新日子時候 在英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大國疫情反撲相當嚴峻 那麼英國政府目前還不打算升級防疫措施 現在趕快讓符合加強針資格的英國人趕快去打第三劑 俄羅斯本來的疫苗覆蓋率非常低 所以他單日新增感染破了三萬六千人 單日的死亡人數一直超過一千人 俄羅斯政府呢是代薪停班一周讓大家回到家裡 也就是阻斷人流 莫瑟科市長在加碼宣布 十二月十月二十八號開始呢 他們要封城為期十一天 也就是比整個俄羅斯宣布代薪停班再加一周的時間還要更長 而中國的疫情在本周也出現了不斷擴散的本土疫情反撲 主要是一個從上海出發的自駕旅行團所引發的 目前持續延續的範圍在浙江烏鎮已經要求 從十五號開始曾經去過西安旅遊史的人不可以進入烏鎮 而且呢把當地來自西安的遊客趕出飯店 這當然是惹來非議 但是呢烏鎮是一個中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光據點 所以呢對於這個旅行團曾經去過的地方 那麼這些地方的人又轉進烏鎮呢 烏鎮是怕的不得了 北京呢對兩個相關的關聯病例已經做了基因劇策 結果出爐 這次疫情傳播的就是Delta變種病毒 連同北京在內 中國大陸現在有十二個省份展開第三劑加強針的注射 美國的現任總統在社會上依舊扮演角色的有 但是像前總統川普這樣子下台才剛剛不到一年 卻頻繁地出現在新聞裡面真的很少 他的人氣依舊hold住了 而且川普現在加碼成立了一個他自己的媒體集團 他推出了社群平台取名叫真實社群 擺明了要跟臉書和推特打對台 然後呢為了替這個自己的媒體集團 籌募運營的資金 川普的媒體借殼上市 被借殼的企業在川普媒體合併之後 股票大漲超過350% 投資的全部都是依舊挺川普的全媒散客 川普這個媒體集團目前估計的價值 已經上中8.75億美金 好一個月一個月接近了歲末 大家是不是對於出國這一件事情越來越心癢呢 先在家我有廣告之後告訴您 在今年第四季幾個盛大開張的全球之最 包括杜拜出現了全球最大的摩天輪杜拜之野 包括紐約出現了堅錄設計的 有如走在空氣中 從頭到腳360度全面透空的 極驚險觀景台 還有香港為了慈禧觀光推出的午睡巴士 可以足足在上面睡著繞行五小時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繼續Focus 我們每一天都持續關注美國供應鏈失衡惡化的解決辦法 畢竟美國呢是台灣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場 也是全世界很多國家最主要的出口消費市場 以美國的玩具來說 8成6都是來自進口的 那麼現在呢 您大概每天看Focus都已經知道 美國最大的兩大貨物吞吐港 就是洛杉磯港口跟在南加州的長堤港口 已經由拜登總統在上個星期就下令24小時的港口卸貨 那麼同時呢 透過不斷加班的運輸 希望貨物能夠上架 但目前情況呢並沒有非常樂觀 最主要是路上運輸的量能持續不足 這個時候呢 必須要分開港口 把貨物儘快送到靠近美加地區的市場 這時候供應鏈的源頭 中國趕快特批一個特快航線 它開航從上海到加拿大 魯伯特王子港 也有一條直達特快航線 最快在17天之內就可以完成跨太平洋航程 比現行的常規路線縮短了半個月 這就是要避開洛杉磯塞港的情況 幫著疏解美美的貨物壓力 而拜登呢 目前考慮要出動國民警衛隊 來解決陸陸欲疏供應鏈的問題 例如讓國民兵開卡車運貨 然後讓更多的港口可以參與貨輪靠港卸貨 一起來了解 美國現在問題的嚴重 以及可能的更多的解決辦法 看到消費市場 電影熱回來了 這其實是疫情後復甦的一大指標 來看曾經橫掃威尼斯影展 多倫多影展口碑 在加拿大金尼獎 也有13項入圍的2012電影 花神咖啡館 這個電影討論命運輪迴 是鬼才導演尚馬克瓦的大作 他把故事裡面所有的呐喊感傷 都化為深探人心的平靜 讓人看電影的時候 可以停下來省視自己內心 已經時隔9年了 這個電影花神咖啡館 重返大螢幕 好 再來看全球觀光貧富蘇 在消費上各出奇招 而且都是大手筆 杜拜正在舉辦世博 已經推出全球最大的摩天輪 高250公尺 一次能夠承攢超過1700人 所以轉完一圈將近40分鐘了 另外呢 開了中東第一間杜莎夫人蠟巷 這裡面有很多 大概16位中東名人 而美國的紐約曼哈頓 第四高樓打造了一個全新的驚險觀景台 它是全世界最有沉浸體驗感的 因為從頭到腳到你身體四周 全部只有玻璃 真的需要一些膽量才站得上去 入境香港還是要隔離21天 當地旅行社開了個給港人的 午睡巴士一日遊 成功解決香港人在家睡不著的睡眠問題 日本的消費也要開大門了 東京實施疫情反彈措施 狀況非常穩定 因此決定25號全面恢復餐飲業 自由營業 用餐人數還是有一點點限制 一桌最多四個人 如果再出現第五個人 要提出疫苗接種或者篩檢陰性證明 不過日本的食品加工廠 受到全球供應鏈同樣的影響 被打擊的很大 日本人最喜歡吃的唐陽炸雞 現在加工肌肉進不來 進貨的成本上漲 油價也上漲 所以現在的民間消費 已經籠罩了通膨的烏雲陰影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 全球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會 ? 我是明星期二 我記得要不要吵架 兩天 我甚麼時候 witIS 敵人 我 在 這個 有